一个人 一艘帆船 138天 混到地球一周 他经历了灯药的生死瞬间 人家看见多样野蛮 不被控制 一个全新的世界航团记录 旧土曼生 是什么 让这条深中大汉 未有满意 惭愧不起 做了一个事 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 所有的苦 在那一刻 钱变成甜的因果 对于自己热爱的 翻船运动 他还有更多的梦想 过去的水过去 我觉得还要自己把钱 给生活留在前面 进去求他 关系流行的先人 郭川 我的航海梦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流行无限 海洋对我们人类来说 既充满了神秘 又令人向往 自古以来 无数勇敢者 驾驶着各式各样的帆船 驶向大海的深处 去探索未知的领域 直到今天 扬帆远航 依然是很多人心中的梦想 在青岛就有这样的一个人 他用138天的时间 独自一个人驾驶着帆船 环绕了地球整整一圈 他也成为了第一个完成 单人不间断环球航海的中国人 他就是郭川 2013年4月5日 到上7点 天杠蒙蒙蒙 在青岛澳帆中心的码头上 已经聚集了上千人 他们来这里 是为了迎接一个人和一艘船 7点59分 在几十条帆船的错影响 在震天的冲火声和气敌声中 在上千人的欢呼声音 郭川站在船头 点燃一队象征胜利的焰火 冲过了终点 始终定格在137天 20小时2分钟28分 郭川成为了第一个完成 单人不间断环球航海的中国人 在郭川完成这次创纪录的环球航海 十多天之后 我们在位于青岛市澳帆中心的码头上 见到了他 您好您好 很高兴认识您 我有一个疑问 我是应该叫您郭先生呢 还是叫您郭川船长呢 都可以叫船长吧 船长 那您是一个人的船长了 对对对 其实船长也是船员 机制指挥官也是战士 初见郭川 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有黑的皮肤和健壮的臂膀 可能是习惯了一个人在海上漂泊 在日常生活中 昨天已经上去了 郭川的话语不多 显得沉稳安静 但是当我们和他聊起 刚刚完成的环球航海之旅 郭川仿佛就像换了一个人 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起来 2012年11月18日 郭川驾驶着青岛号航船 从青岛澳帆满头出发 开始自己的环球航海之旅 在出发前的欢送仪式上 郭川显得信心奔备 我一见回来 三国一见 明天春天见 郭川在青岛马头上 侵犯了儿子 告别了妻子 生气和关口 毅然决然地踏上了 单人不间断环球航海的险恶争承 郭川的冒险并不是忙 在出发前 他组建了一支十多人的后援团队 每天都有法国的气象专家 为他提供前方路线的天气状况 他还随身携带了五套路线设备 全天候记录 以便他的后援团队能够了解他的一举一动 不仅如此 郭川还聘请了航海专家 按照国际帆船联合会的规定 设计了即将航海的路线 郭川的这条路线是从青岛出发 横穿太平洋 绕过河恩角 穿越大西洋和印度洋 通过印度尼西亚的迅他海峡后 北上回到青岛 在这个过程中 没有补给 不能停靠 仅靠锋力推动前行 整个航程超过两万一千六百海里 这是一条全新的航线 郭川将凭借这次环球之旅 创造一项全新的世界纪录 郭川长 您能先给我解释一下 这个不间断的这个概念吗 就是从一个点出发 环绕地球一圈 中间没得到外界的帮助 一直一口气下来的 就比方说在海上 你突然有一艘船 里面靠你很近 看到你第一瓶水上来 那就得到后院 这个计划挑战就终止 所以这个道理是这样 就不能得到外界的帮助 这是一次孤身忍航 漫长的征途上 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气 谁都无法预料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郭川在深海上 只能独立一人 面对所有险境 而他只要发出一次求救信号 创世界纪录的努力 就将告吹 尽管郭川对于这趟航程的危险性 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但是当他真正驶入 茫茫大航之中 当他面临第一次风暴的那一刻 才真切地感受到死亡的危险 2012年11月30日 航行的第12天 郭川驾驶青岛号 行驶到新济内亚岛北测守部 在这里 他遇到了热带风暴的喜剧 在30天以上 防风在走的时候 整个船像脱缰的野马 几个小时 在风暴中不能驯服的时候 那一刻应该是最危险 无法控制它了吗 不是主动在控制 是在它的一个上限 上限的上限 就最后那一刻 如果那时候出了任何的问题 那个船如果翻撕裂 或突然出现什么大的状况 那就整个一个大的一趟混乱 就不知道会带来一个连锁反应 会什么样 当时海面上的风速 大到了30节 相当于8级大宽 郭川驾驶的青岛号帆船 长度是40英尺 也就是12纵 在所有进行环球航海的帆船中 属于最小的一种 也说是十几米长的帆船 就是100多米长的大型货轮 碰到这样的大风 都有被海浪倾覆的威胁 当时郭川唯一能做的 就是抓紧船舵 希望风暴能够赶紧停一下 你想所有的时候就是 绷得紧紧的 命悬一线 是无法控制的呀 因为你想那是已经超出它正常的一个字 想办法叫它产生一些状况 卸它立 总而言之是要 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要想尽一些办法 使它能再晚一封停下来呢 整整六个小时 郭川一直全力以赴地 操控着帆船 争取驶离那片危险的寒雨 一直到晚上 天飞了下来 风暴才慢慢地减弱 像这样的危险遭遇 郭川不止一次遇 2013年1月1日凌晨 航袭的第44天 郭川驾驶着七导号 即使在新西兰的银层 随着太陽的升起 郭川在海上 迎来了2013年的 北京的阳光 当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关心 新年第一快到晚的时候 郭川就要在这一天 无神一人去做一件 非常危险的事情 前番撕裂 一个残遍碎变的上 可以找解说 去说这样的危险 在四天前的一场风暴 青岛号的大前番突然化成撕裂 船番的碎片还没有在北安的远复 影响到了船番的升降 如果不把潭流的碎片减掉 就会影响到船船的正常行驶 郭川和他的青岛号 就无法的递递时间到达了 要剪掉船番的碎片 必须爬上危杆 郭川向我们介绍 在海上行驶的时候 一个人爬危杆 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为了准备这次环球航海 郭川在出发前 拼请了专业的后方保障团队 每天早晚两次 郭川都要向后方详细报告 航行中遇到的情况 自己的状态 以及是否需要帮助 尤其是在进行 有危险性活动的时候 一定要提前报告 爬危杆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尤其单人爬危杆 万一出现问题 卡扔的地方 没人知道 你也没办法输入 所以肯定是一个可想的后果 所以保守安全的做法 就是你上危杆之前 打个电话给互帮团队 我上危杆了 然后你上了下了以后 人家刚才我也安全落地 这样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安全操作程序 虽然知道一个人攀爬危杆很危险 但是郭川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 他并没有事先通知后方的保障团队 而是准备修复好船翻扣 再通知后方 您觉得这个没什么用是吗 其实那个地方离所有的路地很遥远 但我觉得整体还是一种相对平稳的一个气象状况 而且在大阳深处报告了以后 真的出现什么任何问题 别人可能也很难及时来过来帮助 青岛号的围杆高度是17.5米 相当于六层楼的高度 为了保证安全 在上去之前 郭川做了充分的准备 攀登的绳索 安全绳 都仔细地检查了一遍 一切准备就绪 郭川开始攀爬围杆 虽然维杆只有十几米高 但海上又风浪 维杆晃动得十分厉害 攀爬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用了二十多分钟 郭川才爬到了维杆的顶部 爬维杆是个非常危险的工作 通常这种单人爬维杆 上次已经很难了 下更困难 因为摔尾流程 所以以后我就不堪设想 希望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在维杆的顶部 郭川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剪掉了船翻的碎片 当郭川从维杆上下来 通知后方的时候 大家都为他感到后怕 虽然那次爬维杆的经历 确实有些冒险 但是在郭川看来 他之所以那么自信地 去做这件事 都是建立在科学训练的基础上 就我觉得通过这件事 能看出你的性格很果敢 就是想到什么就立刻去做 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很自信 对 一定建立在平常 我看我一直讲究科学 那不能叫胆大无为 一定要在一种平常训练 不能集中生智 集中生化智 所以每个细小的环节 就会放大 不需要问题 如果考虑不走的话 在我们的采访中 郭川展露出来的乐观和沉稳 让我们印象深刻 138天的单人环球航海之旅 对于他来说 就是一个梦想实现的过程 1969年 英国人罗宾·洛克斯·约翰斯松 用了十个月的时间 环绕地球一周 成为单人不间断 环球航海世界第一人 在他之后 世界各国的帆船爱好者 都把单人不间断环球航海 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按照国际帆船联合会的规定 进行不间断环球航海的帆船 按长度分为 无限制长度级别 60英尺和60英尺以下级 40英尺和40英尺以下级 郭川的青岛号 就属于最小的级别 因为这个级别帆船的体积小 抗风浪的能力弱 进行环球航海 具有很大的危险性 在郭川之前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 驾驶这个级别的帆船 完成过不间断环球航海 要挑战一个 没有人完成的记录 谈何容易 在海上的138天里 郭川除了要应对恶劣的天气 滔天的大浪之外 吃饭和睡觉也要克服很大的困难 这个东西自己在晃 其实来到您的船上 我最好奇的还是 这138天您在船上是怎么生活的 在哪睡呢 坐在甲板地板上 当时又冷 稍微垫平了一些 放点翻就睡在上面 很狭窄 而且下面是不平的 您是要用翻板的垫平 一次只睡20分钟 如果是有风了 那可能下雨就没有20分钟 也许20小时没睡觉 其实更长时间 所以睡觉就在这边 你只能合一而睡 138天是没有可能脱衣服 在海上的那段日子 郭川不但要克服睡眠不足 带来的影响 而更让他头疼的是 没有可口的食物 吃的那种食品 就是真空脱水食品 一个像是方便面的包装 撕开以后 再给我一个小的煤气炉 烧热水 烧热水放到容器里边 一搅拌焖一下 就说方面的样子是一样 非常简洁 但只是保证热量 吃那些真空脱的食品 不可能吃很饱 因为吃很多时候 你也难以下咽 那138天是饿着过来的 基本上 对 很多时候是饿的 很多人认为 海中物产丰富 海鲜脱手可得 郭川可以自己动手 改善生活 但是郭川告诉我们 他一直处在赶路状态 而且还要时常应对船体 和设备的各种故障 基本上没有时间和条件 接受大海的馈赠 唯一的例外是 郭川像少年派的 奇幻漂流 这部电影中描写的情景一样 也遭遇过飞鱼的自韬鲁 我们看电影 是在海上漂流的时候 会有飞鱼飞到船上 然后您会不会补一些鱼来吃 或者尝尝飞鱼什么味道 飞鱼还真有 就是像我们看过电影里边 那个飞鱼 白天他不会往船上飞 因为他是 飞鱼是受到惊吓以后 他才要出水面飞走 但是晚上他就看不清楚 瞎不哭就飞到船上 就没办法 所以有时候早上起来 一看船上 就遍布了好多飞鱼 很多是吗 对对对 飞鱼但不好吃 从来不吃的 我们只是在 以前做过的一些海王游戏 一个新的水手 第一次过尸道 然后吃了一个飞鱼 生的飞鱼 因为它是新 不是很好吃 所以飞鱼 我们非常约约都扔掉 因为这个船比较快 也是比赛 所以其实不会去钓鱼的 看来现实远不如电影描绘的那样 充满奇迹和精彩 飞鱼十分难吃 因此在航海界 经常被老水手 用来戏弄和惩罚新的水手 而且在航行期间 钓鱼这样的休闲场景 也不可能出现 郭川说 睡眠不足 睡不饱饭 这些都是小事 最让他难受的 还是一个人航海的孤独感 就是你在海上一百多天 在过程当中 夜睡不好 当时吃不好 休息不好 这种状态会有一种 这种感觉吧 叫寂寞也好 这种状态 一个人希望能 能够缓解 情绪上容易急躁 那在海上的时候 如果自己出现一种焦躁 或者是不适应的状态 您靠什么去调节自己呢 现在我还尽量 布置着有些温馨 像有家庭的感觉 所以我在上面 自己的儿子的照片 家人照片都放在这里头 所以我躺下的时候 我还能看到 这家人在身边的那种 亲情 就是我的动力 虽然家人 不能陪在他身边 完成航海 但是每天 郭川的妻子 都会和他打上一通变化 家人的支持 缓起了他 在旅途中的孤独欲击 也正因为 有了家人的激励 他才能一直走下去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 2013年1月8日 航行在第48天 郭川在南太平洋上 迎来了自己的48岁生日 而他的家人 也送给他一个特殊的生日礼物 我知道您是和家人一起 过了这个生日 对 那天是视频内向 比较奢侈的方式 这算比较奢侈的方式了 因为时间和实际上通信 这种微型通信 扶贫通信 这个成本是要有 最重要 情感交流多了 你会有这种失去太多 会影响自己的斗志 真的吗 就家人的这种 情感表达会影响您吗 它是一种甜蜜的东西 但更多的是 要留在心里边 你要不要通过 这种展现的方式太多 我还要每天航行 其实有时候 一场那段时间都很紧张 这种额外的东西 它还是一个设施的东西 时间上设施 对于家人的那份感情 郭川一直小心翼翼地 放在心里 因为他知道 旅程还没有结束 他还要全力以赴地 完成自己 环球航海的梦想 2013年1月19日 航行的第62天 郭川驾驶着青岛号 遗达了南北洲 最南端的和安角 和安角位于美洲大陆 最南端 隔着德雷克海峡 与南极相望 这里是世界上 海况最恶劣的航道 附近海域风大浪急 海水中时常漂浮着 巨大的冰块 历史上曾有500多艘船 在这里沉落 所以和安角 也有海上坟城之称 这里对于每一个 远洋水手而言 都有着非凡而特殊的意义 能成功绕过和安角 就好比一名登山运动员 爬到了珠穆拉马峰的峰地 那么在我的前方 前方这个硬硬硬硬的 这个小山小岛 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 成为了航海的纵狼马 和安角 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 难以置信 从初八到现在 整整两个月时间了 真是太难了 在整个环球航海的过程中 不管是遭遇到黄金巨浪 生活在种种不便 还是远离家人的深深思梦 若穿都是淡然处置 而当他到了和安角的时候 这个性格刚强的山东汉子 却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其实有时候能流泪的时候 也是很幸福的 就像我们看到一部好的作品 人院的画 你会被打动的时候 你打动自己的时候 才会有这种感受 是一个很自然的流落 对 在那时候整个航行 走到那时候一半 走到一个特别那个点 那个航海的珠穆朗马 和安角 就你看到那一刻 这个很自豪 我第一个中国人 做到这个了 那么在我的右手间 合着一道海峡 就是南极 2013年1月19日这一天 郭川成为了第一个 单人不间断 环球航行 过和安角的中国人 按照航海界 过和安角的传统和惯例 郭川点上雪茄 开了郎木酒庆祝 那一刻 兴奋 自豪和激动 同时涌上了点心头 我看到您拿了一瓶酒 喝了一口 这个酒是专门 为这一时刻准备的吗 喝专门酒 抽血价 这是一个表达方式 表达自己的 极致的一种方式 就是当那点 对 会不会在那一个时候 特别希望有人跟你分享 我知道 可能不能分享 只有 这是一个独自挑战 直直刻刻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其实你想到那个时候 已经是 想那个时候 还不是在想 回到终点的一刻 只能说 换另外一个方式来讲 这一刻如果是终点多好 所以细续结束了 成功绕过和安角 标志着郭川的 单人不间断 环球航海挑战 进程过半 接下来 他将踏上返乡路 随着家乡越来越近 郭川心中 对于家人的那份思念 也越来越浓烈 2013年4月5日 经历了138天的航行 郭川回到了出发地 青岛 当他驾驶帆船 驶入青岛奥巴马铺的时候 这份压抑在心中许久的感情 瞬间就爆发了 在距离码头还有五米的时候 早已步入不惑之年的郭川 竟像个血气方康的少年般 纵身跃入冰冷的海水 奋力游到岸边 在妻儿变前 常会过起 内流满烈 我觉得那一刻 明跳下海 包括拥抱家人 我是很能理解的 我觉得那一刻的心情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这样做 对 我相信每个人 到那时候 不需要用言语去表达 自己内心最真实的东西 就想展现出来 以各种方式去展现 我觉得 其实根本不用去想 不知道家人是什么样 在哪里 我只看见他 眼睛就模糊了 就是 就想珍惜 把真心 我回来交代给他 让他们能分享 一起能分享 那种时刻一生当作 很久 永远的一个记忆 永远的一个符号 就那种 我反正总觉得 很值得 回来那一刻很值得 我也很幸福 做了一个事 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 从此能给大家一起分享 所有的苦 在那一刻 全变成甜的工作 138天 郭川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在历经无数个 艰难险阻后 顺利地回到了亲 成为第一个完成 担任不间断 环球航海的中国人 做一个中国人自豪 做一个青岛人文 更自豪 2013年5月1日 国际翻联 世界翻船速度记录委员会 正式宣布 郭川创造了 40英尺翻船 不间断环球航海的 世界记录 这项世界记录 虽然没有金牌 不升国旗 不奏国歌 但它同样振奋了 人类精神 一位法国航海家说 在他心中 郭川比奥运帆船冠军 更伟了 目前 世界上已有超过 5000人次 登上过中国朗马峰 而完成翻船 三人不间断环球航行的人 不超过200人 而完成40英尺级翻船 三人不间断环球航行的人 只有一刻 那就是郭川 小时候的他 对大海有着特别的喜爱 我们到海边去 弄点摸点螃蟹 到海边玩 开心 31岁 他选择辞去工作 义无反顾地 投入到极限运动中 在那一刻 就说整个世界 对我的人 特别讨厌 特别自豪 一次环球翻船站 带给他的 却是从未有过的痛苦 我真的是恨不得船 能赶快坏了 但停下来 大家都散火 都不要走 流行不限 精彩继续 1965年 1965年出生的郭川 从小生活在海滨城市山东青岛 对于大海 他有着特殊的感情 小时候喜欢大海吗 喜欢大海 我在教室里窗户 就可以看到大海 一天有时候经常上半天课 然后那半天 碰到大的潮水 我们就到海边去 去弄点摸点什么螃蟹 去到海边玩 很开心 那有没有想过 有一天会成为这样的帆船手 出海 想过吗 没有 你知道小时候那时候 海面是很干净的 什么都没有 没有船 没有帆船 其实我说最想的 最遥远的梦想 也想不到的时候 在这个帆船上 郭川小的时候 有很多的梦想 当老师 科学家 但是却从来有想过 会成为一名帆船选手 但那个时候 郭川最喜欢坐的 就是在放假的时候 和小伙伴一起 跑到海边去玩 听到战桥 那有个海水浴场 然后在战桥的另外那边 有一个第一海水浴场 两个海水浴场 过了之前 有一个小的半岛 我那时候就梦想 我从这个海水浴场 跨过防沙网 游泳游到另外一个海水浴场 那是最大胆的一个冒险行动 最想的 去了 真的去做了 我是去做了 当时背了一个救生圈 做一个救生防护措施 买了一袋巧克力 花了两块钱 买了一袋巧克力 然后就这样去开始游 游到一半 游到鲁星公园 就是差不多走了一半的地方 水流很急 跟那时候没有经验 实在游不过去 最后上了个渔民的渔船上去了 游了金皮力尽 那万一要是没有渔船经过 怎么办呢 那真是有点麻烦 有点危险 那次经历 是郭川童年记忆中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冒险 虽然最后没有出现意外 但是现在想起来 还是有些后怕 如果当时没有渔船经过 他和小伙伴们 很有可能就会遭遇不测 但郭川并没有因为这次危险 而远离大海 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喜欢上了这种 突破极限的感觉 1983年 郭川高中毕业 他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飞行器控制学专业 从本科到硕士研究生 一学就是六年 1989年 24岁的郭川毕业后 被分配到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 主要负责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工作 听起来是很不错的一份工作 最初其实也很多自己的想法 但却是工作的吸引力 就经过几年以后 慢慢新沉下来 就已经铺在工作上 所以这份工作 其实对我还是 我觉得非常有热情 能够同时 颇有神秘感的卫星发射工作 对于年轻的郭川来说 既兴奋又干劲十足 在那之后的几年里 由于工作出色 郭川很快就成为了单位的技术骨干 经常被派到世界各地出差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 郭川第一次在外国 看到了滑雪 滑水等极限运动 这种惊险刺激的感觉 深深地吸引了郭川 从那以后 他也开始尝试进行各种极限运动 那怎么会选择极限运动呢 一般人可能打打球 游游泳 是极限运动的这种冒险性吸引了你 他很刺激 我觉得是有冒险 但是不是玩命 在水面上有艘小艇 牵着在水面这种自由自在的那种感受 在那一刻就说整个世界属于你的 属于我的那种感觉 特别陶水 特别自豪 极限运动让郭川又找到了小时候 在大海边冒险的感觉 从1997年开始 只要是有时间 郭川就会叫上几个朋友 一起去北京郊区进行极限运动 从滑雪到潜水 从滑翔伞到三角溢 没几年的功夫 当时北京可以参与的极限运动 郭川都尝试了一遍 随着他的极限运动水平越来越高 郭川突然发现 自己对极限运动的热情 已经远远超过了对工作的热爱 1999年 34岁的郭川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他要辞去工作 您都说儿立之年 男人成家立业 那您就把其他的一些事业 之前的事业全都放弃掉 而且还没有新的规划 会不会有点草率 我知道我这个能力 我可以去 我不知道说 不会说被动的 就出来以后 和这个社会脱节 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走这条路来 而且我觉得三十岁 正很像你说的 2014年 可能更在那个时候才经历很充沛 可以再去做一些想做的事情 31岁的时候 郭川已经是一家公司的副总经理 辞去原有的职务 全身心地投入到极限运动中去 这在当时很多人看来 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周围很多人都说他是个方子 但是郭川却有自己的想法 在他看来 从事极限运动让他十分快乐 也让他找到了人生新的目标 按照郭川当时的规划 他要用两年的时间 去尝试各种极限运动 然后再回去工作 这样到老了就不会后悔 其实人生很短暂 而我本身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人 所以做一点时间 做得没有挑战性和没有压力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需要找新的目标 需要找新的方向 辞职以后 当时还是单身的郭川 拿着工作十年积蓄的几十万元存款 看似了自己的极限制 他走遍了中国各地 到东北滑雪 去三样潜水 在北京飞滑翔洒 驾车上青藏高原 不到两年的时间 郭川在中国极限运动爱好者当中 已经是小语名气 2001年 就在已经辞职两年的郭川 开始考虑 是否要重新找一名工作的时候 一个偶然的机会 郭川见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帆船 你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帆船 是什么时候 2001年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在深澳 你说香港级的帆船 它就到了山东 刚好在海边 我那是第一次碰到的帆船 当然那个时候 完全那帆船没有概念 就是那一艘帆船很漂亮 印象当中 就是漂亮的甲板 高高的桅杆 那个帆 传上所有的东西 那个绳索 一切都是那么兴起 和整洁 眼睛一亮 很想摇摇欲试 但是又很陌生 一下子就喜欢上了 想去试试 对想去试 但完全没有概念 第一眼看到帆船 郭川就被深深地吸引住 从小 郭川就对蔚蓝的大海 充满了好奇 而帆船 无疑是探索这个未知世界 最好的工具 从见到那艘帆船开始 郭川就想着自己怎么能够登上帆船 那后来怎么上了船 然后又出去 第一次出海 局总局主管帆船的这些领导 就给我做了个推荐 说介绍我去了那个香港 参加了一个航海的比赛 从香港到三亚 那时候我第一次的航行 是个比赛 那对我来讲 结果就是一个相当一个乘客 参加那么一个那次航行 在船上能做什么吗 做不了什么 就是完全就看别人怎么在做 然后能偶尔去帮手 挖一把子 完全是被动的吧 这一次航行给你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那次航行 总的来讲 是印象非常深刻 我觉得是 一个完全全新的那么一个经历 带来身心一种特别愉悦的感觉 我当时写了一篇东西 写的非常就像一个 对翻船的初恋的感觉 就是在那次航海的过程中 虽然只是一名翻船上的乘客 但是 郭川真诚的态度 他对翻船的喜爱 却深深打动了船长 参加比赛的人 这些人都是他邀请在船上来的 那么第一次的话 你也许出于礼节上邀请你 那么在一个船上 两三天时间 零距离 这种文化上的 你如果你的言行句子 不被人认可的话 那就可能没有第二次 所以我说很重要 从这方面来讲 彼此相处还不错 人家说 郭川你如果再有这个想法 需要想航海的话 我们就是愿意邀请 就是你可以到船上来 所以才有了第二次 第三次 你的表现不错 通过了 对 我觉得这种可能有认同吧 看到郭川十分喜欢翻船运动 在完成那次比赛之后 船长邀请郭川留在香港 跟着他学习翻船文化 以及翻船驾驶的技术 能够留在香港 学习驾驶翻船 这让郭川喜出望外 他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 利用工作之余和休息时间 学习翻船驾驶 没用几年的功夫 郭川就已经可以 自己驾驶翻船出行了 2007年 郭川决定 前往法国的拉洛谢尔 系统地学习翻船驾驶 拉洛谢尔被称为 法国的翻船之都 这里有专业的 翻船运动学校和教练 那您学习的整个这个过程 你觉得困难吗 我现在还在学习 所以这个过程是 是一个一直持续的过程 可以说要求很多 但很有乐趣 乐趣 对 很多乐趣 因为他里面有很多知识在里头 你要能掌握他 你把它运用到航行当中 或运用到比赛当中 这种乐趣在以前 比方上学阶段有过 你在工作当中 在学习成绩的时候 是大体是一样的 做什么事情都要快乐 这是郭川从小就一直追求的目标 在法国一年多的学习过程中 郭川的翻船驾驶水平不断提高 他越来越能感受到 驾驶翻船的快乐 2008年 43岁的郭川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成为一名职业翻船选手 而就在这一年 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 职业翻船运动员 郭川获邀 担任北京奥运会 海上传递的火炬手 翻船起源于欧洲 最早是作为运输和补职的工具 到13世纪的时候 意大利威尼斯 开始出现最早的翻船比赛 1900年 第二届现代奥运会 把翻船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虽然翻船作为奥运会比赛项目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但是用翻船来传递奥运火炬 这还是第一次 能够成为奥运会历史上 第一次用翻船传递火炬的火炬手 这让郭川感到非常自豪 我们船上一共有四棒 那我说也是第一棒 然后在船上进行传递 那个场景 回想起历历在目 那么多人 大家特别有激情 所以想想这些 都是翻船带过的 所以这一切 回想起很多这些 有意思的地方 我现在听您讲这一段经历 也能感觉到您的兴奋 特别兴奋 而且您的脸上都是自豪 是的 也许是那次传递奥运火炬的经历 给了郭川不一样的动力 在那之后 郭川先后参加了 十几项国际知名的 职业翻船比赛 改写了无数项中国翻船的历史 他是第一个参加 克里伯环球翻船赛的中国人 第一个单人翻船 跨越英吉利海峡的中国人 第一个参加6.5米极限翻船赛事的中国人 而在郭川参加的所有这些比赛中 最让他难忘的是2008年 一次世界顶级环球翻船赛 那一届比赛 他们的环球线路当中要达到中国 所以他们很希望有个中国的水手在船上 所以这个情况 他们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就海选 包括专业小翻船运动员在内 那是我得到信息以后 也参加了他们的挑选 最后很荣幸 最后就选中了我 沃尔沃环球翻船赛 是目前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 专业翻船赛之一 每四年体型一次 郭川所在的那条船 叫绿胶龙号 船上一共有11名船员 郭川担任的是媒体水手 虽然不能亲身参与到帆船的驾驶工作中 但是能够成为世界顶级帆船赛事的水手 已经让郭川感到非常满足 然而 机航后没多久 郭川就感受到了这种工作的不易 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母语 用英语在讲 你也知道做一种 在方面一个专业工作者 你要记录上海上的风浪风暴 除了这方面之外 很大一块你要反映船上的一种生活状态 水手的生活状态 他们喜怒哀乐 可能是船一句 嘟嘟嘞嘞嘞嘞一句话 你一下就抓住他的情绪的要点 一下这排船了五分钟 你这一天可能就什么都有了 在航行的前几个月里 郭川一直无法适应船上的生活 再加上和其他船员在沟通上存在障碍 郭川很快就感到压力越来越大 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我经常会在夕阳快乐落山的时候 这一天什么都有用的东西还没有 这种心情上的积累 都很大的压力 非常痛苦 非常纠结扭曲 因为睡不着觉 完全身体是垮掉的 思路是不连贯 呼吸不畅通 发现自己睡不着觉了 情绪出现问题了 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是生病了 得了叫我们叫幽闭恐惧症 他们通常虽然说叫什么游异症 但我又不能停下来 面临着必须再继续航行 非常抓狂 那时候真的是恨不得船 能赶快坏了 船停下来 大家都散火 都不要走了 那时候就是一种莫名其妙 各种奇迹古怪的想法都在脑子里边 又说不出口来 又没有能力去说 讲不出来 我躲在船舱里边 那时候在流泪 是非常难过 那时候 你躲在船舱里流泪 你在想什么呢 就是非常悲壮地说 自己就是觉得 九十一生 一定是更快的结果 那时候已经是非常非常差的状态 郭船说 在那段时间 他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 很多夜晚都是无法入睡 当时他脑子里想的 就是怎么才能离开那艘帆船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 当帆船来到他的家乡清淡的时候 郭船的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 当时他和其他船员一起下船时 面对上千名欢迎他的家乡父老乡亲 郭船想笑却笑不出来 整个脸都是僵硬 我感觉最深的时候 就是这个事情 我没有打下去走出来了 我自己咬牙 因为那时候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我不会笑了 结果僵硬 就一天也只睡一两个小时 那时候被动的睡 睡不到觉 看到郭船当时的样子 他的家人十分着急 都劝他放弃那次比赛 留在青岛治疗抑郁症 郭船面临着是继续前进 还是放弃的抉择 这个时候也没想过放弃 如果停下来 停到那个节点上 也许人生就变成大的一个后悔 或者一个负面的事情 但走出来以后 那就无疑是对我今后的路 生活方面 翻转方面 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能量 和支援力 郭船选择了坚持 也许是对大海和帆船的热议 给了他前进的力量 从青岛出发之后 随着航行的继续 郭船和船员们越来越熟悉 他的工作也逐渐走上正轨 失眠的毛病也开始好转 2009年6月28日 经历了9个月的时间 跨越37000海里 郭船跟随着绿胶容后 逆达了终点 作为第一个完成那场赛事的亚特人 独委会还专门给郭船颁发了一个 一家亚洲贡献奖 在郭船看来 那次环球翻船赛带给他的 除了荣誉之外 更多的是信心和武器 每次回忆那次比赛 他依然觉得 那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 正是在那次环球翻船赛之后 郭船萌生了挑战单人不间断 环球航海的想法 一帆风顺 那回想起来 您觉得受的这些苦值得吗 因为现在来讲都是收获 你就想没有那次经历 我也很难想象去 在137、8天的过程 就不可能做得那么好 这一路路走过来 从一个学生到成长的过程 到最后完成那么一个 人生论文 毕业论文 主持人现场体验如何驾驶帆船 你风在随时在变化 大风变小风要换帆 小风变大风要换帆 138天环球之旅 忙碌之余 他也有意外的收获 你看他还真的超了超厉害的 普通人参与帆船运动 他有怎样独特的建议 从小帆船慢慢学习后 取一坚定 相信总会到最新的快乐 流行无限 精彩继续 一个人 一艘帆船 138天混到地球一周 他经历了怎样的生死瞬间 人的船船拖降野马 不被控制 一个全新的世界航卡纪录 救苦满生 是什么让这个深冬大汉 内容满面 惭愧不歇 做了一个事 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 所有的苦 在那一刻 全变成全新的运动 对于自己热爱的翻船运动 他还有更多的梦想 过去的时一过去 我觉得还要自己把全球 生活在前面 今天收看本期流行无限 郭川 我的航海梦 郭川完成单元不见惯 还出韩彩的壮举 周到了全世界的瞩目 我们在青岛澳班中心码头 采访时看到 每天都有来自各地的媒体 来采访郭川 并参观他的青岛号 青岛号是郭川向一个香港朋友 租借的 过两天就要还给船东了 对于这艘跟着他环游世界的翻船 郭川形容他就像自己的孩子 总觉得舍不得离开 在采访的空闲时间 郭川会到帆船的甲板上 去清洗打扫 看着他这么喜欢帆船 对这项运动还是外行的杨阳 也打算请郭川 给我们介绍一下 帆船如何驾驶 那现在这艘帆船 它是怎样驾驶的呢 当然你看我们这船头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船 整个这个船的机构 那么帆 我们这个帆是前帆 这是一个小前帆 或者后前帆 卷在这儿就这样 卷翻器 打开以后就帆就展开了 下面还有一个球帆 球帆走到顺风时候用 根据不同的风用不同的帆 对不同的风 不同的风的方向 大小是用不同的帆 无动力帆船要在海中前进 唯一的动力来源就是风 在驾驶这种帆船时 船员的主要工作 就是根据不同的方向随时调整各种船帆 尤其是像郭川 在进行单人环球航海过程中 由于没有人帮忙 所有升帆降帆的工作 都是他一个人来做 就不断地是在调整这些绳索和帆吗 对 你风在随时在变化 因为你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早上起来 现在风已经很多时候 风在大小变化 方向在变化 所以风一变化 我可能要换帆 大风变小风要换帆 小风变大风要换帆 风的方向变化 那我要再调整它的角度 所以时刻刻可以讲 都在风时刻都在变 郭川告诉我们 在环球航海过程中 他一天有十多个小时 都是在甲板上工作 只有在风平浪静的时候 他才有时间到船舱里 去吃饭睡觉 清早好歹船舱并不大 两个人走在里面 就感到有些拥挤 虽然面积不大 我们却发现 这个船舱里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 是个封闭空间 里面有很多扇窗户 可以看到外面的天空 那么透过这扇窗户 你可以看到 夜里边还有种满天繁星 有时候流星滑过 所以好多时候也 还是有这种 给你带来快乐一刻 很多快乐时候 我想到大海深处的时候 你肯定看过一些 别人看不到的美景 海上你几乎是 独享这个三百六十度 全天候的海景的一个环境 我说过那种 朝霞晚霞 每天都办出了你 早晨躺在船舱里 观赏出声的太阳 晚上看到的是满天的星辰 在环球航海 那么艰难的旅程中 郭川并没有忘记 欣赏那些 难得于进展的旅行 也许 这也是航海运动 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之一 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 在航海中 郭川还经常能碰到 人类的好朋友 海豚 这种海豚 在你周围游动 在南大洋 可以看到星天翁 它和你在 带你飞行 有时候一天 这么一个长时间在一起 你会觉得很亲切 或者人类自然 这种和谐的亲切 你看它海豚这种 跳来跳去的 你周围游航的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真的更长时间 它们在戏耍 像那种孩童那种 这好玩 很快乐在这个地方 所以带给你 就是这种心情 没有像大家 在树立完成这次 担任不间断 环球航海之后 郭川成为了 人们心目中的 航海英雄 很多学校 都邀请他去做演讲 在四处做演讲的同时 郭川还忙力偷闲 作为特邀嘉宾 参加了在家乡青岛 举办的 国际极限帆船赛 青岛是中国最早出现 帆船运动的城市 据史料记载 早在1904年 青岛皇家帆船俱乐部 就举办了帆船比赛 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 最早记录帆船运动的 历史资料 2008年 随着北京奥运会 帆船比赛在青岛举行 青岛已经成为 中国帆船运动的最前沿 现在每年都要举办 很多场国际帆船比赛 我们现在帆船事业呢 是从国际顶尖赛事的 西医以及青少年的培议 我们有一百多个帆船 特色学校 已经有五千多个孩子 取得了小水手的证书 在中国在开展发展来讲 通过我们的实践 我们感觉到大有潜力 中国开展现代帆船运动 不过是十多年的时间 但却从无到有 发展迅速 不仅仅是青岛 如今在中国许多沿海地区 帆船运动 已经逐渐成为了 一种广受大众欢迎的 水上运动 很多沿海城市 专门设立了 停靠帆船和游艇的码头 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 青岛有十多家 帆船游艇俱乐部 每到星期日 都会有很多人到俱乐部来 参与到帆船和游艇运动中 帆船俱乐部的工作人员 向我们介绍 现在租借帆船和游艇 出游的价格 大约在每小时一千元左右 对于一般的工薪阶层来说 还是不便宜的 但是随着人们 对帆船运动的不断了解 再加上中国的帆船选手 不断创造的奇迹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 喜欢上了帆船这小运动 对于帆船运动 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郭川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普通的一个人 想去环球航海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从小帆船慢慢去学习 去掌握帆船的乐器技术 然后区区渐进 你给你自己的条件 时间 身体条件 我相信总会找到 属于自己的快乐 您觉得是不是现在中国人 从事这种帆船运动 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 确实这种变化是非常快 因为我说过在十多年前 真的说中国还没有一个 能停帆船的地方 没有一个真的能远航的帆船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 这种变化是巨大的 有很多这样的帆船的俱乐部 有帆船的爱好者 有很多帆船的比赛 这种而且每年每年都在这种变化当中 十多年来 中国的帆船运动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让郭川既觉得惊讶 又感到欣慰 而对于自己未来的道路 郭川并不满足于 已经取得的辉煌 在他看来 作为一个职业帆船选手 就应该不断地去参加比赛 挑战更多的即兴 实现更多的梦想 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过几天我再回到欧洲去 再去欧洲 我希望还能参加比赛 我觉得这个职业随手 过去的属于过去 我觉得人生其实就文远往前看 一个人生当中 特别难忘的一段经历 那么我当然不能早停留 停留在这个回忆当中 或者梦当中 所以还要继续往前走 生活的路在前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